欢迎收看环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大家好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的朋友 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也同时告诉我们您是来自于哪一个城市收看的 而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 首先要向高雄大火所造成的严重死伤 表达哀悼也至上问候之意 好马上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 首先来欢迎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 张静大哥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们也谢谢这个节目 对于我们打口城的相亲所致上的这个致意 我们对于这个事情也感到非常的难过 好 接下来来欢迎的是前立委文化大学教授 郭正亮教授 教授好 大家平安 另外来欢迎的是美国共和党前亚太区主席 方恩格Roth Roth好 大家好 好 马上来关心的 首先来看的是 哈佛大学往年推动哈佛北京学院的暑期中文班 在每一年他们都会派学生到中国大陆交流 但现在是不是传出2022年哈佛要变新了 改为跟台湾合作成立哈佛台北学院 那预料是有60名的学员到台湾来参访学中文 中美关系的变化现在是不是冲击到教育这个层面呢 我们来看哈佛的中文班从北京改到台北来 我想先请教郭教授 您怎么看美中对立的气氛 现在是不是蔓延到教育界了 我倒觉得这个不一定是长期的议题 有可能是比如说现在短期 因为他也抵制他的孔子学院嘛 所以他相对上 他给他教室跟资源的分配也要减少 是 那引起哈佛的不悦 所以今年到台北应该确定 可是未来也不排除中国会调整 那这个动作的影响 后续的影响您怎么看 我如果长期是这样那当然有影响 可是有可能是一两年就会修正 那哈佛也不排除两边都交流 所以我认为这个议题应该影响不会很大 因为孔子学院美国抵制的态度并没有改变 所以中国恐怕在这方面 不修正也不太可能 是 Ross你怎么看 你中文在哪里学的 在台北也有 新加坡也有 美国也有 其实长期以来 外国人都有来台湾学中文 所以这个也是nothing new 但是过去二十三十年 越来越多外国人会去中国大学学中文 这个也是事实 那我们要想清楚 外国人为什么学中文 那大部分是因为他们想去中国大陆做生意 不是因为他们想来台湾而学中文 那小部分的外国人年轻的时候来台湾 后来就继续留在台湾乡国了 但是大部分的外国人学中文 绝对不是因为他们想长期定住在台湾 而且来台湾学中文的话 第一很有可能是学繁体字 如果他们以后会去大陆 那又来又要学繁体字 另外对不起 台湾的中文老师大部分已经是用台湾的墙 不是大陆墙 所以去大陆的时候还 我说我们外国人了 如果我们现在台湾学中文 那之后去大陆 那还需要一段时间 你是在台北学的 那你有接触过大陆教中文的老师吗 在台湾吗 在对岸 我本来在新加坡 也有 我在大学去新加坡游学的时候 我有新加坡华人 新加坡华人老师 有中国大陆北京来的老师 也有台湾来的老师 张地大哥有不同的观察 我觉得应该来讲说 这些所有语言学习的活动 不光是语言的学习 另外还有生活的体验 另外最重要的是关系的建立 之所以这一流精英的大学 要设在北大 而且就是哈佛要跟北大 就是这种对等的去学习 我认为他有他实际关系了 生活体验跟关系建立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对等 像哈佛就会跟剑桥还有牛津 因为要在同一个档次上 他绝对不会找一个 什么乡下的小学校 然后去建立这种合作的关系 关系关系关系非常重要 所以他要到台北 他建立了台北的关系 可是到北京建立的是北京的关系 所以这一点才是真正要去学中文的 最重要的诱因所在 您刚刚提到的关系是重点 现在中美之间的关系 我相信全球在瞩目 中国大陆的外交部的前副部长 傅英在最近的一段谈话 倒是满有趣的 在人民日报 他是撰文表示说 要塑造可爱可信可敬的中国形象 那他当然今年常常撰文 是用比较柔性的这文字的方式 来加强中国的这个国际的良好的形象 那是不是因为我们看到最近几年 其实中国大陆的外交是战狼外交 是不是连自己人都觉得 有一些警觉要提出一些提醒 张大哥您的观察 我认为首先我在这要强调 就是战狼外交只是西方媒体 就是自己归结 而且是一个利用一个电影的 投射的描述 而不是中国大陆对外宣传的政策 中国大陆对外宣传的政策 尤其是特别像习近平亲自提出 要说好中国故事 所以我个人认为傅英 他之所以写这个文章 其实是福音上级整体的政策 而且希望从另外一个面向 来探导这个问题 但是我也必须要提醒 其实傅英女士在担任大使的时候 在很多的发言 她其实也非常的强烈 她坚定强硬的程度 其实也不亚于任何的战狼 但是我要觉得就是说 之所以中国大陆现在 过去这几年来面对很多问题 能够疫症迟延而且理直气壮 一方面是本身的 就是国家实力的提升 底气的增强 另外一方面也是认为 与其老是就是不去辩驳 老是挨打 其实也终究不是办法 忍让让别人觉得软弱 所以才有姿态的调整 但是西方媒体也就把这种姿态的调整 归足于称之为战狼外交 我认为那是像误解的称呼 你觉得这种硬中带软的方式 Ras你觉得有效吗 我觉得很可惜张静 你责怪西方媒体 我觉得中国有它的故事 那就是有中国媒体或外交官要负责 不能责怪外国外媒 是怎么报告中国的新闻 所以如果他们上推特 或他们的官方新闻 是给外国人负面影响 我觉得这一部分是不能完全责怪西方媒体了 对 但是它这个服务领要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影响 团期之内很难 他们有这个东奥 对不起 这个北京东奥快要举办 或许是对中国是一个机会 他这样的一个发文是不是也多多少少 示出一些善意你的观察 我觉得 其实我不知道它的冬季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对不管是西欧或美国 没什么帮助 因为很少一半美国人也不会注意到中国外面美景 市长习近平在5月31号 在中央政治局就公开讲 中国要在国际社会广交朋友 努力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形象 所以傅云不是第一个讲的 所以他是重复习近平自己讲的 可是你去看5月31到现在中国做了什么事 而不是这样在吵 所以您是说口惠而不识 那个要落实没有那么容易 事实上他真正需要的是要改善他的英文媒体 他必须要用外国人能够懂能够沟通的语言来对话 是张大哥您补充 我其实我必须要感谢Ross刚才提出了反驳意见 我也觉得这个话是讲的是相当持平 因为有很多时候 这个一个人带钱走后面往上推 所以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自媒体 确实因为看到这个地方情绪激航 然后继续加油 然后兴风作浪 让今天正如刚才郑亮兄所讲的 这个最高的领导有所指示 但是整个就是观念跟姿态的调整 其实有它的顿重性 因为现在等于说全体的民意往上推 它要慢慢慢慢放软调子 其实也很难 而且不断地接受了外国的挑战 它要完全一系之间改变 我认为这也做不到 所以还是要观察后续这个中国大陆怎么做 那实质上面的动作是怎么样 不过来看这个中国大陆在国际上的参与 那现在这几天传出了智利是表态 支持中国大陆参与这个CPTPP 也就是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 但是立刻遭到了日本的打脸 因为这个日本的参议员 自民党外交部的这个会长佐藤正久 他说呢智利国内都还没有批准CPTPP 所以他不算是正式的会员国 那当然就不能够参与这个新增成员的谈判 但是英国经济学人的杂志是分析说 中国大陆内部现在两派人都支持加入CPTPP 主要是因为有一派是觉得说 支持中国大陆的经济自由化 另外一派当然就是所谓的民族主义者 希望让世界看到中国大陆的制度 是优于世界其他的国家的 我想请Ross来看一下 你怎么看经济学人这篇分析 其实我不是看好经济学人 任何对台湾中国亚太地区的分析 我其实我很少会看 因为我觉得过去他们 常常预期很多东西 其实也没有发生到 而且其实我觉得 应该要看本地人 不是看我们外国人做这个分析 才会才是很正确的 但是回到重点 重点是不能是因为美国反对 或日本反对 中国就一定不会有机会加入CPTPP 我们看这里还是很支持 所以有跟中国有毛利来往的一些国家 还是会支持 那这个是对美国或对台湾 台湾也申请CPTPP 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日本其实他的立场 其实还蛮值得关注的 因为他现在是 当然是希望美国能够重新回到CPTPP 可是他对于中国大陆这边的态度 好像看起来是不愿意 中国大陆加入CPTPP 他也不会这样讲 他会说有几个章 有几个chapter 中国一定要遵守 对 里面当然最重要就是国有企业条款 新首相也说这个到底中国大陆 能不能够符合CPTPP的标准 日本只能够旧章论 旧事论事主 他们的官署 实际上左仁正久是非常亲台湾的 这个在疫苗采购的时候 就是他第一个讲 说日本要送疫苗给台湾 是 那事实上这些国内还没有批准的国家 包括自立 包括马来西亚 包括文莱 明年都会批准 那因为他CPTPP的程序是先 总的十一国要表决说 台湾跟大陆可以来申请 那接下来才是各国的协商 那不可能这些国家说国内都不批准 怎么可能呢 他已经参加了 他只是还没有走完国内程序 那这些国家碰巧都是亲大陆的 事实上前天新加坡还正式表态 说他支持中国参加CPTPP 那之前越南已经表态说他欢迎参加 所以你去算嘛 马来西亚 文莱 智利都表态了 有没有一种状况是同时支持中国大陆 也同时支持台湾加入CPTP的情况 我觉得这当然有啦 这个比如说纽西兰 纽西兰可能就是两边都越空 两边都可以 那日本跟 我觉得日本澳大利亚甚至连澳大利亚 它跟中国关系其实并不好 可是澳大利亚也不是公开说no 他说来台湾啊 那你就是要符合一些规定 张来哥简单回应 我对日本政治不是很这个确认 但是我记忆之中左灯镇九好像是日本路上自卫队的 这个大左退伍下去唯一一个 就是军方背景 然后选上到日本国会议员的 我认为他的专长根本就不是对于这些 所以他讲的这个东西在专业的判断上 也是真的是值得怀疑的 但是你要加入CPTPP 你必须跟现在的会员分别展开双边的谈判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游戏规则来看这个问题 不是说哪一个单一个国家 它就可以主导其他国家 也就是说任何一个都可以搅局 任何一个都可以让你坏了大事 所以你要面对15个对象 耐心地把它担下来 所以我们不能讲说谁挺我们 谁不挺我们 谁反对我们 我觉得这是不科学的 你就是要按照游戏规则去看这个事情 不过说到规则 其实现在来看到最新的一个情况是这样子 有关于这个COVID-19新冠的疫情 在之前长期陷入胶着 所谓的疫情溯源 追这个来源的问题 现在有一个进展 世界卫生组织WHO 他们成立了一个26个人的团队 成员当中包括有美国 有来自中国印度 尼日利亚跟柬埔寨等国家 他们的任务包括要重新启动 这个陷入停滞的新冠病毒的溯源调查 而紧急项目的一个执行的主任 他就向媒体表示说 这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也可能是了解新冠病毒起源的最后机会 我想请教一下张大哥 您看WHO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 他们考虑要重启调查 我认为这里面重启调查 其实整个都是政治权谋 然后政治角力的结果 我们今天疫情 全球已经到达这个地步 我们其实要去做溯源调查 通常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对于培养疫苗 跟它对抗或者去防止 有没有帮助 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溯源调查 对于掌握病毒的基因图谱 到现在有没有帮助 事实上这两个问题 其实现在去做溯源调查 所能获得的任何的资讯 其实对于我前述刚讲的 疫苗以及去掌握基因图谱而言 都已经没有太大事实 但是它的政治性意义是 它的政治性意义其实就是在塑造一个氛围 而且想办法去寻找一个真正的责任所在 但是这里头整个思维的盲点有以下两点 第一个你必须要证明 这个病毒是能够经由在这个实验室把它培养出来 但是按照它现在蔓延的速度 这个病毒恐怕只有上帝才造得出来 不是任何 因为所有人工造出来的东西 我们以前看过那个人工的培养出来 那个羊那个桃李或者说任何的自己培育出来的 任何的胚胎基因的这些 每一个面对自然的抵抗力都是很弱的 第二个你先确定它是可以由实验室培养 然后你要再去确定它是由武汉的那个实验室培养 然后才能去问再去追究 是不是它泄露的责任 这个里头真是难上佳然 但是美国对于安抚国内的政治情绪而言的话 必须要去溯建这种氛围 或者讲的不好听一点 溯建一个并不存在的一种传言 事实上在美国攻打伊拉克之前 就是去指控伊拉克有很多机动的这个 就是大型杀伤器武器的这些东西 传言很多 而且也还有很多的媒体的报道是强力大放纵 等到真正把伊拉克打下来 没有一个东西找到 所以今天很可能到了最后是白芒伊拉克 但是其他国家之所以支持要这样做 是因为美国一直咬着这个话题播放 所以大家干脆就一次把它做完 让你美国也没有话讲 但是我不认为 就是说因为这个整个就是再去调查 是反制反科学的 我认为它不会得到任何的结果 老师你觉得呢 这个背后有政治性的东西吗 我想法不同 不同 因为潘德赛他即将要选取连任 对 所以为了让这些国家不会抵制他 防止他顺利连任 他就重新调查 所以这个是一个的确是有政治的含义 但是不是美国的 是他个人了 因为他要连任 他希望很多国家 这个会影响到他连任吗 其实美国不支持他 结果我们还不知道美国会不会支持他连任 但是当然他希望他可以高票连任了 所以他就提 那我们成立新团队 这个他可以像其他的国家 包含美国中国说 我在做事 我在调查 郭老师好像比较同意Bross的说法 这个跟他的连任有关 因为潘德赛2017年上任嘛 那22年就要改选 而且美国是回到世卫 所以你不知道他会做什么事啊 所以潘德赛再怎么样 他也要表示他是中立的 这我要喊冤了 因为这个虽然我们看法不同 但是想到美国之所以要开出价码 要回到世卫 你想想看这个背后的施压 这个俯衡着草 对不对 只是这个事处有因 常无实据 大家再怎么想想看 在所有的媒体放纵 是谁在坚持这件事情 这个实在是很清楚 要是美国一进去说 我愿意回去 而且我愿意支持你 你看这个事情还会不会再 你觉得美国会回去吗 不是 美国只要表态说 我并不没有 我没有要坚持 说是要去掉它 你看这个实验 到底是谁是因谁是果 对 这个现在好 那其实你讲说这个 美中之间的关系 现在当然是有紧张也有缓和 我们来看的就是除了冲突之外 现在美中关系也走向 是不是有和缓的迹象 因为这个在10月9号 美国贸易代表戴琪跟中国大陆的 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举行了这个视讯的通话 那么他们双方讨论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中美应该加强 双边的经贸往来与合作 二双方就中美经贸协议的实施情况 来交换意见 第三就是双方表达各自的核心关切 中方也就这个取消关税 还有制裁来进行交涉 那我想请Ras来看一下 你觉得这一方 有人说是好的开始 那会有好的结果吗 我觉得这个也不算一个好的开始 因为我觉得根本不是一个开始 讲话要公开 台企最近10月初要公开演讲 碰电话 但是其实也不是第一次美国 不管是哪一方面 总统 连总统有跟习近平通知之电话 所以从他上个人到现在 国防部也有 现在是轮到这个保育代表 但是不会在短期之内有什么很实质的进展 这个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但是现在这是美方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只达成了 采贡目标只达成了62% 接下来要讨论就是北京没有遵守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这个部分 你觉得美方的要求 中国大陆这边的配合 未来美方有胜算吗 我觉得达到原来的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议的可能性还是不大 虽然他们可以讨论 但是我要看时间 现在已经是10月中 下个月底那就是我们美国的感恩节 过一个月是我们美国的圣诞节 过一个月过几个礼拜是中国农率了 所以将来三四月还有加上北京冬奥 那他们什么时候会有时间讨论到一个很实质的一个结构 我觉得真的团期今天真的可能性真的不大 你觉得不乐观 真的不乐观 博老师你觉得 我稍微乐观一点 因为中国那个副外长那个乐玉成 乐玉成他最近讲了一些话 事实上引起很多的一些思考 他说中美已经成立联合工作小组 然后在具体项目上已经有一些进展 照理讲他干嘛讲这个话 副外长 那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 比如说中国有对美国的LNG磕税嘛 那中国现在急着需要进口能源 因为天然气实在是太贵了 所以他可能想要处理这个项目 那我如果给你降税 那你也帮我降税吧 我觉得这个 互相嘛 就是一个互相 那这个是有可能的 就是针对个别项目 可是Russ讲的可能是说全面性的 说会不会有协议上的进展 那个不容易 而且戴琪里不要忘了 他也讲了说美国有495项 是可以请美国企业来申请获免 那这个也是实质减税 那那个是属于美国内政 可是也是对中国的一个示好 对 所以我觉得确实有一些好的迹象在出现 了解 不过像郭老师刚刚讲 这个乐玉成就是大陆的外交部副部长 他特别提到了最近这个经贸合作 是不是能够成为打破中美关系的破冰船 等一下回来我们继续谈谈关心 欢迎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心一个最新的情势 就是美国前国务卿莱斯 Rice在出席英国智库 Policy Exchange政策交流举办的 这个线上座谈会 他突然说这个中国大陆暗中在颠覆台湾 而且他就做了个比喻 他说就像是俄罗斯在控制 乌克兰东部的做法是一样的 也就是遥控台湾内部的 亲中准军事势力 然后在这个9月底 台湾立法院爆发了肢体冲突 也是受到了外力鼓动 而发生的冲突事件 来马上请教一下郭老师 你怎么看这个Rice这篇 这番说法 因为他用了一个很具体的说 9月底台湾的立法院冲突 那个事情是在针对3加11 防疫的事情 对不对 是防疫的事情 那就是针对是不是破口 因为我对立法院蛮熟的 然后那个苏贞他们是 认为苏贞他们的专案报告写得太简单了 毫无道歉之意 所以就引起了那个冲突嘛 因为莱斯基本上是俄罗斯专家 那俄罗斯对乌克兰我认为是很明显的 可是国民党他恐怕要举证 国民党近来有一个最新的一个回应 我必须要讲对于莱斯女士 我这个基本上认为 这我们都知道中文之中 有个轻诺必定寡姓 但是妄论就会自取其辱 因此今天中国国民党 特别发出一个声明 而且特别指出来 或许莱斯女士是苏联专家 能够去看到KGB这个窗户有多少 就拆除里头有多少人 但是他恐怕连我们立法院 在台北市哪条路都搞不清楚 我们美国对于很多国外的 就是这个政治的评论 其实就看了这个说 这些政党都是混蛋 但是要看哪一个政党是他养的混蛋 中国国民党发出这么强的声明 就是要特别指出来 中国国民党绝对不是美国养的混蛋 假如是同样的声明 今天批评在民主进步党 民主进步党绝对不会发出声明 予以反驳 中国国民党受困于 被人家指控为宪民内应 或者是卧底 我认为有很多危机解密 造成很多的困扰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 必须要强烈的这个予以博弑 张大哥我问一下 这个RICE现在口中所说的 亲中势力其实就是指国民党 是这样的 我认为他是这样子 就是暗示 但是我也感谢民主进步党 他是暗示他没有名讲 对 但是我也感谢 民主进步党里头 到底还有是有清流 有良知像郭委员 因为那是三加十一 那是公共政策的问题嘛 对不对 最大的额悟 不是只有我了 大家都知道九月底是什么事 不是 大家最大的额悟 就是莱斯这种人 这个莱斯是搞苏联的 他今天面对中共 是把他当作前苏联一起来弄 这个今天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可怕 因为他是中国 他有五千年文化做底 他不是苏联那样浅谍的思想 所以共产主义是一个 他的顾虑 但是真正他能够跟世界 如此的周旋 靠的是中国文化的底蕴 我不认为莱斯对于中国的认识 有这样到这种程度 我们当中大概最了解的Rice 应该是Ross 我觉得将近你应该要去找 我们美国载态协会 解释你为什么觉得 莱斯的说法是错的 但是我不知道AIT 会不会付高铁票给 你很厉害 你对AIT现在的习治风格 是非常了解 你们美国经济越来越下队 越来越出不起车票钱了 那Rice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Rice这个讲话 这个我觉得不管是哪一个国家 哪一个政党在国会 国会议员不能这样做 所以当初国民党的立法委员 用这种方式 我也是觉得是不对 以前民进党用这种方式 什么反应 你知道 你知道以前民进党 也会在立法院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通通都是不对的 如果是在美国发生的 不管是国民党民主党 我也不认同 但是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 1月6号那个清川 但是我是很好奇当初 民进党这样做的话 有没有人说背后是什么国家吗 没有没有没有 美国国会有议员 一枪就把别人 另外一个国会议员打死了 很久了 很久了 对啊 选在这个时候发言是为什么呢 但是我觉得也是反映到 我不分将近的说法 我也同意 就是我们发现了 其实很多外国人 他们对台湾的了解度 真的很低了 而且不知道他们的消息来源 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你是说Rice对台湾了解不够 什么了解 这张说法 我们知道为什么国民党立委这样做 是因为他们不接受院长的报告 这个跟中国完全无关了 或者国民党只要选好 比如说2018年地方选举 国民党选得很漂亮 民进党选得不好 那就有很多人说 那是因为中国生托 那不是中国生托 是因为当初选民对国民党是比较好 民进党不好 共一年多 那他们就对民进党比较好 对国民党比较不好 所以才总统就连任了 这个跟中国无关了 所以我不希望看外国人 即使是这种转家 以前当做过我们美国国务卿 对台湾这么不了解 还说这种话 所以我们这边 暂时得到一个小的结论就是 Ross比较了解台湾 我跟你讲 你不用说Ross这么专业 AIT也知道 好 那接下来看 这个两岸关系呢 台海的局势 那现在俄罗斯总统普丁呢 他针对这个台海的局势 在13号出席 在莫斯科的俄罗斯能源州 接受美国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表达了他的看法了 他说他认为中国大陆呢 不需要动用武力 只要透过增强经济潜力 就能够达成统一的这个国家目标 我想先问一下郭老师 您怎么看普京这次 其实他这次愿意开口 是因为他之前都没有针对两岸 针对台海 是在6月的时候曾经讲过 他那时候讲说 不会针对假设性的问题来评论 但这次为什么会愿意讲 我觉得是因为听到太多 美国盛销城上的说法 比如说从印太司令部讲2026 然后又后来又讲 已经讲2024 后来又来讲说 大概明后年最危险 普丁大概基本上认为 未来五六年内 是看不到这种机会 他也认为中国不会那么鲁莽 就采取军事行动 所以他才会这样说 那您看他这番谈话 就是用经济实力 不需要武统 全世界统一没有靠经济完成的 那一定要在政治意愿上 产生的改变 比如东德 东德跟西德就非常明显 因为东德老百姓改变了想法 他想跟西德统一 这个不是因为德国有钱 西德有钱 东德就自动愿意跟西德统一 一定必须在政治上有新的理解 所以这个就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 坦白讲我们学政治的不会接受这种看法 那张大哥怎么看呢 我认为大家对于这个经济的统合 可以会经济的统合会带到政治的统一 有一项错认 其实无论是就是说所谓 Currency Union 也就是东德马克去兑换西德马克的那样 一比一的兑换 其实那都是已经决定到真正最后统一的方向之后 才开始一步一步 那个是在最后阶段 所以政治议院还是 一定要先确定了那个框架 然后后面的经济的统合那些相关的安排 才能够继续执行 而更何况不是东西德统一 是东德整个解散 然后各邦加入西德 那您觉得为什么普丁会这样讲 普丁这样讲 我认为他有他个人的就是判断 但是他跟刚才的莱斯 其实他们都是境外势力 对着我们来批课 但是我要讲的是 一个是指控 一个是评断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认为即使他做的一个东西 可能失失 可能会有点误差 可能也不是那么准 但是他比去做一个指控而言 无地放矢而言 那他普丁比莱斯高贵的多了 不过再看到俄罗斯对于这个 中国大陆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其实不是只有总统普丁发表谈话 那这个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呢 其实也在受到访问的时候 他说俄罗斯认为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 对此中方的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则是回应说 中方高度的赞扬俄罗斯外长的设台表态 我想请大家拿手写版写一下 因为大家非常关心的就是 台海之间的这个目前的局势 如果我们看台海目前的温度 零到一百 一百是费点 现在的温度大概是几度 你们的评估 温度是指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吗 因为如果是经济那温度很低 紧张的程度 紧张的程度 好 我们先看Ross 无私 还算温和 中间吧 当然我们都知道 目前两岸关系也不是很好 但是贸易来往还是很正常 台湾出口东西到中国去 虽然最近中国有禁止一些农产品 但是大部分的产品还是很适合 可以出口到中国去 台商虽然一两年疫情前 有很多声音说台商他们都会撤出大陆 有一些案件 但是大部分还是会留在那边 所以贸易经济方面 这个还是很正常 那中国会有动物 用这个武力来发动战争 这个已经很多年了 你在海军那么久 每天都有这个可能 所以以前有这个可能 现在也有这个可能 所以其实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我们还是在这个中间的地位 你这个50度不是因为这个 最近这个舰队频繁的演训 所以美国在附近 美国的舰队在附近 那个现在相对来简单 现在轻多了 那我看一下张大哥你的 你是讲几度 你这个蛮复杂的 2 0K这个你不是学科学的 这个叫做 给你解释一下 但用文其想 他说绝对零度 就是负这个零下273.15度C 怎么说 就是0K意思就是说 它已经到达 所有东西都要停了 换言之也就是两岸之间 这个不要讲心灵气和 现在是就是政治沟通的管道 传话的管道 所有的东西已经都没有来往 所以换言之 现在就官方的管道 这个整个双方的 是完全是没有办法建立 也就是任何危机管控的机制都没有 但是张大哥是看起来说OK 不是零K 对对对 这是零K 这是零K不是OK 但是看起来说OK 对对 零要瘦一点 零要瘦一点 不是 你现在讲的这个是对话 两岸之间的互动 几乎是停摆 降到冰点以下 对 但是如果是紧张的局势呢 你是看是几度 紧张的程度 就是从这边的反向 就是高到已经超过表 那已经破表了 对啊 当然 我看郭老师也是接近快要废点 80 80就是 那这蛮高的 就是你如果丢了一根火柴进去 就烧起来了 所以就是现在看 就是不能超江 因为会误解误判 不能超江走火 没有任何的沟通的管道 因为没有办法沟通嘛 我问一个问题 会不会造成误判 我认为非常有可能 为什么 因为呢 就是说看你内心 我必须要讲 距离是心理的问题 不是地理的问题 现在地理的距离 虽然没变 但是心理的距离是越拉越远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如果突然之间同意美国 来部署中程导弹 你刚会出什么事 这个就是有点类似的火柴 对没有任何沟通的管道 我记得前一阵子不是有个报导是说 这个不怕的是发生的战争 而是怕这个意外 意外浮现的 而且现在是无论多荒诞的谣言 都有人相信 对对对 而且就是等于说 现在去吞服政治摇头丸 跟壮胆兴奋剂 那个剂量越来越重了 Russ 我们都比你紧张 Russ 随时可以 随时可以你爱啊 美军会来救他啊 我应该在黑名单不会救我 或者我是最后移民 对啊你怎么那么乐观 因为从我第一次来台湾 已经是25年 我第一次来台湾1996年 那刚好我是碰到1996年 那个时候台湾选举飞弹的危机了 所以我个人已经习惯了 住在台湾 那天天就有这个可能性 所以我接下来请问一下 俄罗斯其实他们这一次跟 中国大陆除了中俄之间的关系之外 我们也来看一下 俄罗斯在亚洲的一些举动 俄罗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 也来观察一下 美国的这个国务次卿 叫做Nuland 11月11号 他是到莫斯科进行三天的访问 那俄罗斯的外交部也发表一个声明 说俄罗斯已经向美国提议 解除双方在过去几年之间 对彼此外交使馆施加的所有限制 因为在今年4月份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是 拜登他是以干预美国大选的名义 他驱逐了10位俄罗斯的外交官 6月份拜登跟普丁在瑞士碰面 然后8月份俄罗斯禁止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 聘用俄罗斯人 或者是第三国的工作人员 那现在双方看起来 是不是有回温的迹象 我最近看到很多美国的专家 他们说美国应该跟俄罗斯和好 这样的话他们一起打 唯独中国 怎么可能 普丁有自己的东西 他是以俄罗斯为有限 这个可以理解 怎么可能他会跟美国合作 唯独中国 不可能 我觉得不可能 而且他们应该已经开始分析过几年 可能美国会再次有政党问题 现在中俄的关系 看起来是比美国的关系好 好很多 所以你看 连俄罗斯外交部长要讨论两岗关系 他的讲法是很轻重 不是很多国家 就像科比美国国防部长 刚才说 我们有美国的one china policy 不是中国的one china principle 是不一样的 但是俄罗斯是不像很多西方国家 那个样子 他们是 台湾是part of China 他直接说prc 对 他原来的写是prc 对对对对对对 他也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跟其他西方国家 完全完全不一样 某个程度上 我觉得这是台湾外交部要 为什么是这个情况 为什么没有说服俄罗斯 就像其他的国家说 我们有自己的one china policy 跟中国不是完全一样 但是俄罗斯不是 俄罗斯真的是站在中国 那郭老师你怎么看美俄之间 现在的关系的发展 我觉得很难 因为比如说中国跟俄罗斯 买长期的天然气合约 那最近飞弹驱逐舰还去演习 我觉得那个合作的程度 已经远远超过俄罗斯跟美国了 对中国最近在这个彼得大帝 那个海域有进行一个联合军演 对 我觉得未来恐怕是更多了 更多 还有包括临下的陆地的演习 我觉得这些演习其实是一直存在的 我觉得这个 这倒是例行性 中国大陆的副外长乐玉成证实 在日前中美两国的元首通电话的时候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曾经亲自关心 这个孟晚舟的事件 也要求美方尽快地妥善解决这个问题 那在通完电话大约两个星期之后 孟晚舟就获释了 那外界的分析解读有三种可能 第一个就是美国想要缓和 跟中国大陆的紧张关系 为拜习会来铺路 第二个是让两位被中国大陆关押的 加拿大的这个公民能够获释 第三点就是即使成功的引渡孟晚舟 也不一定能够在美国的法庭 将孟晚舟定罪 我想请教三位来宾 你们觉得这个外界的分析 哪一个版本是最有可能的 一 二 三 还是四 四是其他 主要有三点 是缓和关系为拜习会铺路 还是换人 或者是就算成功引渡 也不一定将他定罪 我们先看张大哥 一加三等于四 张大哥你每次的答案都是很有趣 对 我认为第一跟第三 这两者都可能 所以你刚刚讲可以讲四 其他是因为综合了一跟二 因为在美国的 一跟三 一跟三 这个两个Michael加拿大人 这里头其实是知己的问题 那个是就是北京跟渥太华之间的关系 即使他在渥太华被夹在中间 但是他就是说能够去处理这个东西 两国高峰会直接这样会谈 应该是谈第一跟第三只是大家心照不宣 OK那郭老师第一个就缓和关系 因为那个在中国提给美国的清单 两份清单 那孟晚舟这个项目是最突出的 而且会让民众的感觉是最直接的 所以美国当然就是挑 会引起民众感觉的事项 来首先纠正这样 Russ 你觉得 你这个 因为他 因为他学法律的一定要这样讲 其实第三也有可能 顶罪真的 所以都是法律理由 可能性很 不顶罪的可能性真的很大 美国也是很怕 如果不顶罪的话 真的很丢脸 但是我觉得第二是最有可能的 因为Trudeau 他一直没办法说服中国 释放他们这两个Michael 那他跟拜登的关系是非常非常好 而且我们都知道 他们已经公开说的 每次拜登跟Trudeau通话 他们都会讨论到这个议题 所以Trudeau 一直也需要这个帮助 我想拜登有帮 他的好朋友Trudeau很大的帮助 而且也是碰到加拿大选举的时间 也是对Trudeau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我这边问一下 我要补充一下 因为我也要挑战下他的律师专长 我认为就是当初检察官 就是特别讲说是延后起诉 其实是留了一个伏笔 因为折腾人家1628天之后 他很害怕他会反诉或者反控他 假如他完全没有理由把他放了 我相信这个是美国司法之中 他一定要留个尾巴 而且说到明年12月 然后他把这个事情淡化下来 所以万一变成第三的情形 真正的引渡 然后他没有把他定成罪 你想想看反过来被反诉求偿 那个金额会非常非常的惊人 罗伯特这种可能吗 因为罗伯特等于是放弃反诉 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我觉得梦王就比如 我举一个例子假设性 如果他重贡引渡 然后不顶罪 我说在美国不顶罪 他会花时间向美国赔偿吗 因为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没有事后的反诉跟求偿 我认为是很可能的 但是我觉得最大的可能 美国司法部最怕的是 就是闯共印度 但是在美国法庭就不得了 没办法定罪 对 没办法定罪 不过刚刚刚老师是写一嘛 不是啦 因为他在讲法律理由嘛 我根本不认为这是法律事件 这是政治事件 绝对对于这个缓和 然后对于未来 我绝对是可以遵循政治原则办案的 为政治服务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什么法律理由啦 那对于未来这个败习会 确实是有帮助了吗 因为你看中国老百姓 高兴成那个样子 那个气氛确实会下降 不过华为的后续也来看 这是两回事 这两回事 对 但是孟晚舟 他毕竟是获释 然后回到中国大陆了 但是现在这个外界也在看 就是华尔街日报 最近有一个标题是这样写的 他说美国狙击华为初见成效 这个评论的内容主要是在说 孟晚舟从加拿大从被捕 到前一阵子或是回到中国大陆 将近三年的时间 但是在他回到大陆之后 现在的华为 已经不是当年的华为 当年这个手机的市占率 是排名全球第二 然后又是5G通讯技术的领导者 但是在经过这个美国政府制裁 陷入生存的危机 我想看的是说 孟晚舟这个事件是不是看得出来说 美国方面希望在5G 甚至乃至到后来的6G 他希望能够拿到一个更重要的主导权 张大哥您怎么看 我认为基本的原则就是说 能够使坏就使坏 能够耍赖就耍赖 只要对手仍然无奈 能吃一块就会吃一块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我认为华尔街这份报道 其实有些误判 因为手机的业务 并不是华为的主要的营业项目 他真正的这个获率是一回事 但是他真正的企业的骨干 可能皮肉是受了一些伤 但是没有到伤筋动骨 而且整个营业的运转的 营运的状况 以及就他目前没有任何大量财源的消息 以及股票没有波动 我认华尔街那个讲述他受到运气大张 实在是讲的是有点碰风 而且也没有正确的描绘出来 真正的华为的主营业项目 仍然彭桌发展 而且过去这三年来 去申请专利的数量仍然是遥遥领先 所以我认为这华尔街只是反映 针对某些就是说政治的这个期许或者渴望 但是他却没有正确的描述 真正华为并未伤筋动骨 我顺着张大哥的话讲 我就要来大家看是说 华为他虽然说从外界来看 是他受到很大的打击 但是呢在之前也看到 他宣布成立他们这个煤矿军团 然后呢还会成立海关港口军团 智慧公路军团 还有资料中心能源军团 以及智慧光伏军团 这么多的军团这么多的业务 华为的战略思考 这个我想请郭老师看一下 我觉得那个基本上都不是主要业务 主要是为了增加获利而已 因为他少了手机部门 然后手机创造极大的利润 所以他需要有一个资金的来源 所以他就想办法去创造各种领域 还是要增加营收 不是营收 利润 一定要有利润 那个张老师刚刚讲的对 就是华为主要的是电信 可是以前靠手机这一块得到了很高的利润 可以来提供他资金上的支持 所以他现在必须去补充这一块 不过看华为的软体 他们在这个技术上也非常的先进 我最近才看到 当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就是他们这个鸿蒙 还有包括说他的这个整个定位 有人就把他当作跟这个Google Map来比较 说他的这个不是只有2G 他还有整个立体的可以 整个倒过来是看到一个 完全3D的一个非常真实的面貌 所以我想问的是说 因为现在大家都在看5G未来的发展 甚至可能到后来的6G 这个科技的领域当中 当然就会联想到 除了民生的应用之外 当然还有军事的用途 张大哥你怎么看 要抢当这个制定者 标准的制定者 我认为其实中国大陆老早就看出来这一点 所以早在华为站起来之前 他原来的先党 不是军工产业 他就强调一个整个体制的改革 叫军民融合 所以未来就是说这个华为继续进军 这些通讯的业务 以及保持刚才这个郑亮所讲的 就是说他的交换机的业务 万言之也就是去营建 就是整个基础 通信基础设施 这个东西牵涉到就是能不能继续 去掌控其他国家监听 这个置入后门这些可能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这么做 我们不知道 但是技术的领先 对于未来通信科技 在三个指标上非常的重要 第一个就是通信的数量 也就是它的里头含商量 Entropy的就是通信的量体 这个速度 第二个就是精准度 品质不受干扰 第三就是保密的程度 所以能够通信达到快很稳准 然后再加上其他结合 北斗的附加功能 你说他没有这个就是军事用途 这是自己骗自己 自然就会结合 所以在这种情绪之下 只是华为目前啊 并不是在就是中国 这个整个这个中国大陆里头 国家军工产业的体系 它是真正的私营 但是如何能够运用军民融合的标准 然后顺利将它的技术过渡到这个 就是军用的产品 我认为那是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以及能够多少的分量 为外界所知晓的问题 不知道这个态势发展下去的话 美方应该是会很担心的 我觉得美国已经有一个 很明确的因应措施 那就是花钱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华为说我们要投资什么 或中国这个高科技的行业 有多少转力或什么样的进展 那我们现在知道 美国跟以前是很不一样的措施 那就是美国会拨联邦政府的预算 给大学或研究所或科技公司研发 以前尤其是我们共产党觉得 这个要分开了 不是政府要介入企业这个领域了 而且美国常常是批评 不管是欧洲 中国是 政府介入企业 或给太多的补助 但是美国我刚说的 美国的因应措施已经是很明确 那不管是今年 明年 华为要做什么 那美国就会更 美国就会花更多钱 我说美国拿税人 美国政府就会花更多钱 来补助美国企业或研究所 但是会不会再比照 华为这样的模式 去阻挡中国大陆 在科技方面这一块的 研发的一个方式 对啊 事实上美国阻挡的企业 又不是只有华为 其实只要居民合作 它统统都阻挡 美国那个名单是非常明确的 其实这个Ross刚刚讲的 美国就是溢注大量的经费 然后透过这个国家实验室 无论是Sundia 或者说Jet Lab 或者任何一个 这个Olinst Oliver是怎么样 它这个国家的实验室的 那个结构跟那个企业体 还有学界的结合 你只要回到往前推 当年跟苏联在航天事业竞争 用的是什么样的方式 去击败苏联的领先地位 它现在就是按照 同样的途径来继续走 只是现在大量的制造业 万一美国还能不能复制 当年的那个就是突破胜利的奇迹 我认为这个是大家要观察的重点 所以美国在拉台湾的科技企业 去美国设厂啊 它可能也认为台湾状况不太稳 台积电啊 赶快要搬走吧 它光是那个竞争跟创新法案 就拨了2500亿美元 对 所以美国已经开始走 国家资本主义路线了 不像这个张来哥刚刚讲的说 航天科技啊 其实中美现在在航天 早期的美国是跟俄罗斯 在航天科技上面 太空科技上面不断地较劲 现在跟又加入了中国大陆 我们看到最近其实中国大陆 中国恐怕是全方位 是啊 现在中国大陆最近看到 它第一颗的太阳探测科学技术的 试验卫星叫做西河号 在10月14号成功发射 这个全称是很长的 太阳Hα光谱探测与双超平台 科学技术试验卫星 它的运行在高度大概517公里的 这个太阳同步轨道 不过它主要是希望做科学研究 研究是太阳空间望远镜 但是今天我看到一个新闻是说 神舟13号成功发射 然后要进行6个月 6个月的这个太空之旅 然后进行一些实验 这个相关的任务 航天科技 大陆的国家航天局是定调 刚才讲了太阳探测一个中国方案 主要是做研究 然后预设天气 造福人类 不过也可以看得出来 中美两国在航天科技上面 现在也在PK 来先看一下美国这边 会担心中国大陆 这个航天科技的发展 所以我身为美国人 应该要感谢中国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有这个成功发射 那美国的两个政党 共和党 民主党 会合作 因为很少见 他反而会让你们的 会合作在拨预算 有这个研发经费 在给我们美国的企业 或研究所 或国家的实验室 一看到中国有这个成功发射 那美国一定会拨预算 做更多的美国企业 或政府机关的研究 欢迎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心中国大陆的内部问题 在重阳节来临之前 这个大陆国家主席 也是中共的总书记 习近平对于老龄工作 做出了重要的指示 他指出各级党委 还有政府政要 要高度的重视 而且要做好老龄工作 那习近平口中 这个人口老龄化的国家战略 到底是什么 我想先请教一下 郭教授 你怎么看 他这个危机蛮大的 因为他未来五年 五年大概劳动力 会减少3500万 那老年人口会超过3亿 所以他现在大概有几个方向 在努力了 第一个就是延长就业年龄 因为目前他一般职工 是60岁退休 然后女职工是55岁 那如果是一般的女工 50岁又退休了 太年轻了 所以要延长就业年龄 事上德国延长到67岁 德国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他的那个 养老的体系要建立 因为他目前大概只有 我们讲说 叫职工养老保险 跟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险 这个钱是很少的 是 所以他开始建立企业的年金嘛 可是进入企业年金系统 大概不到6000万人 那更不要讲个人年金制 个人年金制 他那个投资体系还没有建立 所以这要有三成 所以未来大概 企业年金制 他一定会迅速扩张 要求大概就是都要纳入了 然后个人的年金体制 也要开始建立 否则这个未来问题会很大 除非他开放移民 其实人口老化应该 人口老化不是只有中国大陆 才要面对的问题 其实世界各国都是 所以日本现在降低移民门槛 因为日本这个问题就碰到了 日本的平均年龄 已经超过46岁了 不过大陆这边联合国是预估啦 中国大陆在2032年以后 这个老年人口 会维持在总人口3到4成 那会对于中国大陆的社会的 这个问题会造成多大的负担 张大哥您怎么看 我认为啊 在尤其我今年已经60岁了 我跟这个郑亮啊 其实是同一年生 这是他们的第二波 这个他们算是第二波的婴儿潮 不要被我的黑头发所欺骗 我其实比他老两个月 但是我必须要讲我们面对整个 这个全世界人口啊就逐渐的高龄化 它是一个就是挑战 但也是一个机会 我认为他在啊就是高龄的这个人口啊 逐渐的多 他也新这个增加了新兴市场的商机 无论是医疗这个保险 投资金融退辅很多很多地方 所以我们今天有讲说高龄人口啊 要让他变成一个经济的驱动力量 也要变成一个消费的诱因 所以现在讲说什么高龄医学 乐龄学习 生活啊消费啊什么东西 那就要建立体制 我非常支持啊 郑亮兄刚刚讲 中共大陆面临一个挑战 就是社会保险的制度并不健全 而且企业加入保险 那个东西都要一步一步来 但是呢在某一个情形之下 延长退休的年龄是要 依到解决的方案 但是另外一个能够维持消费的信心 我认为这也非常的重要 是 你要让很多啊 这个高龄人口抱着大把钞票 迈向死亡 然后不去啊 不敢花钱 这个是很可怕的现象 而我们的台湾呢 对于军公教退辅的 这个退休的这个就是说 这样子大量的去删减 造成了我们呢 确实像台北市的民生东 原来有很多小管子 都是这些军公教退伍 在那边去支持 所以人家的消费 从一个月七八万 立刻坠到一两万 然后不知道对于前途 感觉前途茫茫 最后的结果是很多人到时候 会抱着大把的钞票这样死去 但是呢他没有把他 这些原来可以用来消费的钱 又让消费大量的减少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 政府这种愚笨的政策 会造成增大的伤害 所以面对中国大陆是挑战 是危机 是危险 但也是机会 这是我们也必须要认清的事实 我发现郭老师 张老师 的确有偏见 因为讨论到这个议题 他们就有讨论到 政府应该要在年纪比较大的人口 花更多钱做更多投资等等 那你为什么要讨论到重点 中间是生育率不是吗 是啊 生育率 人口变少了嘛 是啊 所以不收了 整个人口的结构改变嘛 但是中国大陆也试图在这边 它开放了这个第三胎 之后那个当年啊 开年第三胎多生了1700万 全部台湾的人口才2300万 差点又生了一个 这个就是说台湾的人口 但是很快第二年开始就掉下来了 所以人家讲说现在开放生第三胎 还不是开放可以养三奶啊 中国大陆现在还有一个老二代 我们带大家来关心就是 大陆的新华社是报导说中国的乡村里面 大概是60到70岁出头 然后呢被戏称是说老二代的低龄老人 现在60到70算低龄老人 然后呢面临着上有父母 就是还有八九十岁的这个父母 然后下面还有孙子 因为他还有他的下一代跟下下一代 所以他有上有老下有孙的困境 我这边想请教一下Ross 因为其实我查了一下 美国其实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是占美国总体人数16% 但是美国其实社会福利制度 其实非常好的 没有西欧那么好 美国的那个社会福利 没有西欧国家那么好 对不对 那美国怎么 美国是怎么去处理这个老年问题 美国有移民啊 移民就叫移民啊 但是美国文化不同啊 美国是help yourself的 很多人有这个help yourself的概念 不会依赖小孩 或依赖政府 还是有美国 还是很多人有这个概念 所以很难做这个比较 但是现在是民主党 民主党在执政的时候 当然他们想推动 更多政府的这个社会福利 所以或许美国会 慢慢往西欧那种机制去做 但是我还是觉得 可能性不大 美国就是自己要自己来了 就是我们美国人的概念 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那你怎么看中国 现在中国大陆这边 面临老二代这样的一个困境 我觉得 政府的这个政策者 叫policy makers 对这个议题真的是 当然是很大的困难 因为他们真的 没有办法鼓励更多人生下来了 对 那会造成各式各样的问题 刚刚郭老师说这个 这个工作中工作的这个年龄 老公会越来越少 他们还没有想好一个办法 对 而且我们台湾也面对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很快都 我们已经是生不如死了 生的人没有死的人多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我们的生育力 政府花了很多的方式去鼓励 而讲起来待遇也非常好 但是就是没办法提高这个诱因 我认为整体的那个氛围跟社会的文化 才是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OK 除了人口老化的问题 其实现在中国大陆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制造业面临的是 严重的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 那给大家看一个数字 因为煤炭价格 跟其他商品的成本飙升 生产者价格指数同步上涨10.7% 达到1995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BBC有分析说未来几个月 不只是中国大陆 其他进口中国商品货品的国家 都可能会受到这波通膨的冲击 那我想请教郭老师 你怎么看就是中国大陆的制造业 现在通膨所面临的这一波的这个危机 还有它跟全球经济的这个联动 它不是要涨电价吗 所以我认为它大概想认为说 经济成长率不需要充那么高 比如说李克强就很保守说只有6 那一般大家估计是8到9 那也许它认为到8都不一定要 那简单讲就是它的产能会开始缩 因为出口的价格也不好 所以我认为它就是透过这个过程去产能 然后进行产业的转型 那可是当然这个过程最严重的问题就是 那失业怎么办 那这个确实是它的困难 因为人员价格跟粮食价格 还有运输价格 三个价格都冲高 那现在在内部还有一个混合通膨的一个情况 这个混合通膨大概就是说 中国生产者物价指数 创下史上最大的涨幅 但是对照说 这个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这个年增率呢 他们两者之间的差距扩大到了10个百分点 那也就是说简单来讲 其实就是说业者他的生产成本提高了 可是他没有把价格 立刻转嫁给消费者 他现在是自行吸收了 但这能撑多久 我认为这个其实中国大陆 对于宏观调控的政策 在理念上已经逐渐可以接受 就是说物价适度的上涨 只要它是温和而且是可控 那我认为真正观察的指标是 第一 中国大陆的专业的报纸 因为这些财经 这个就是相关的金融的 这次期刊跟报纸 他是如何的报导这些 这报导的数量够不够 第二 在很多党政集会的文件之中 有没有反映政府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我认为到目前看来 是他们也确知道这个事情 只是宏观调控 就是所有的作为就是现象的发生 到真正的对策之间 有一个这个就是时间的这个差距 然后这个措施下去之后 到产生效果也有一个是时间的差距 所以在这两个差距之中 能不能继续的维持的稳定 我认为是我们真正要关切 只是在台湾这个社会 是我们跟大陆的依存这么高 我们台湾对于大陆这些方面的报导 以及关切程度确实是不够 以前我们讲说美国只要这个叫做感冒 打个哈欠我们就受不了 现在已经越来越变成 中国大陆万一有咳嗽 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天翻地谱 所以我们也必须要了解 就是说今天我们对于哪边的关系而言 不是说你希望你这个心理上去把它隔绝 把脑袋像鸵鸟一样埋在沙里 那些终究这些冲击 对于我们的市场还是会是产生影响 金哥有在讨论了 因为很可能台商对台湾的订单会减少 继续回到环宇全世界 我们来关心的是中东的局势 以色列在10月13号空袭了叙利亚中部 荷姆斯省的一个城市叫做巴麦拉 那造成了一名叙利亚的军人 还有三名亲伊朗的战士丧生 另外有七个人受伤 这场攻击其实锁定的是好几个伊朗的据点 当然这个伊朗深入叙利亚 其实美方是最不乐见的 美方的态度 其实美国过去几年对西里亚的政策 也不是很清楚 其实甚至是很模糊 从欧巴马到川普现在拜登 美国到底在西里亚要什么 或希望有什么结果 最近几天有很多相关新闻 为什么呢 因为部分的阿拉伯国家 包含波斯王的国家 已经开始慢慢跟阿萨政府 开始有接触了 甚至在谈符合外交关系 或给他一些援助 所以美国要怎么办呢 因为好像是阿萨他的政权已经稳定了 虽然国内部分的土地没有在中央政府控制之下 但是他的位置他的政权将来还是 目前是看来是很稳定了 他会继续执政了 所以美国要怎么办呢 尤其是美国包含美国的盟友国家 UAE或其他的国家 越大呢 包含最近有一些新闻说 甚至沙奥迪阿拉伯国或许会开始 跟阿萨和好 那伊斯莱怎么办呢 伊斯莱不得不接受 为什么伊斯莱会接受呢 因为西约内部很乱 对伊斯莱是很危险 那只要阿萨 虽然阿萨不是伊斯莱的朋友 但是如果阿萨是能控制国内的内战的情况的话 其实对伊斯莱是可以接受 因为他们不希望隔壁是太乱七八糟 那但是有一个不确定性的地方是 伊朗会继续提供武器 不管是给阿萨或给西安或加萨一些恐怖集团 这是伊斯莱是不能接受 所以伊斯莱他们知道 如果碰到这个状况的话 我们就用这个方式来解决 但是对他们来说 阿萨继续掌控政权 其实对伊斯莱是最好的结果 他们不会公开这样讲 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是对他们来说最好的状况 但是除了这个伊斯莱之外 其实现在土耳其 你看他也是 除了美国除了对伊斯莱之外 美国对土耳其也是长期以来 没有一个很清楚的政治 美国到底要跟特朗普有什么样的关系 希望在什么样的地方 或在什么议题 能够跟特朗普合作 那甚至是已经引起 本来是对美国好的这个额度感 最近几年是对美国算是一个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 他已经算是一个troublemaker 因为他很多不同体系没有跟美国合作 甚至他已经开始买俄国的武器 为什么长期美国对于包括刚刚讲特朗普 你看我们Secretary Rice 连对台湾很不清楚 怎么会对特朗普很清楚吗 太远了 其实我们美国的专家 不如我们很多人以为 美国专家什么都懂 其实真的是没有 不管是政府外部的专家 或我们外交官 其实很多地方是不熟悉的 张大哥 我认为就是大家有的时候 确实也如Ross所讲的 会高估美国对于真正情势 是掌握的深入的程度 而且有很多时候对于盟友要求的太高 希望他每一样事情都能够 就是说这个同意美国的做法 但是他其实只要在大方向 没有什么问题临时有些枝节 美国其实也应该要逐渐能够忍受 人家可能会存在某些的旗舰 所以很多时候 沉入刚才Ross所讲的 以色列对于阿拉萨伊德 他到底就是说这个政权 能否维持稳定 这个是虽不满意但可接受 他能够稳定比没有稳定是来得好 我认为这个是比较成熟完整的看法 但是这个叙利亚现在境内 其实局势是蛮动荡的 那刚刚讲说土耳其 其实也决定要跨境出兵 这个土耳其的总统艾尔段 他说他已经没有耐性了 然后也撂下狠话 第四度要进军叙利亚 然后要扫荡的是这个库德族的民兵 那我想请教郭教授你怎么看 就是说如果土耳其出兵的话 叙利亚政府他陷到的一个困境 还有包括像现在各个国家的这个势力 频繁的来进出 后续的观察是 这里非常复杂 因为当初美国介入 后来俄罗斯介入叙利亚 所以美国推翻阿萨德就没有成功 所以美国就在叙利亚失去了战略目标 他本来是要推翻阿萨德政权 可是俄罗斯就是真的介入 把他当作最重要的伙伴 那所以美国就想说 那这个战恐怕打不下去了 结果他又抛弃了库德族 因为当初库德族是跟美国结盟的 那本来要打IS 那库德族要的就是独立的 问题是他跨好几个国家 那跨最大的是土耳其的南部 然后叙利亚的北部 还有伊拉克 那你去想一想这问题怎么解 不过老师你刚刚提到说 这个库德族 美方也做出对库德族的承诺 说他会继续留在叙利亚 然后库德族也说 美国政府会承诺留在叙利亚 而且这是承诺 这可靠吗 叙利亚境内的库德族 还举行了公投 都已经通过了 要独立 那美国不接受 你是讲Kurdistan 而且你是讲台湾吗 不是啦 你不要想到台湾了 库德族 当然因为情况有越像是好了 因为你如果叙利亚境内的 库德族独立 那就会联动到土耳其 会联动到伊拉克 那会不会像阿富汗那样 我认为比阿富汗还要复杂 库德族在国际政治上有一句话 就是a people has to stay with no nation 就是说他是一个有邦而无国 所以他在某些的意识上 他们希望有一个国家 但是在政治的现实上 在伊斯大战之中 那时候讲说民族自觉之中 库德族也试了半天 他就是没有办法建国 成为一个国家这样 对 所以在这个情形下 他没有产生凯博尔 对 他就是他跨了三境 然后要希望成立一个国家 但是没有成立 那我觉得库德族现在都是 库德族单方面宣布说 美国要留下要挺他 这是这个往自己脸上贴心 美国之所以要留下 是要看着这个ISIS伊斯兰国 他怕他这恐怖组织 能够获得根据地 但是库德族却把他误认成 美国要把他留下来 就是挺他们 我再讲下去 所以库德族是会戳意是吗 对 我再讲下去 Ross又要讲说台湾也是会戳意 台湾是对北京 并不是对台北 对不对 事实上真的国际政治中 有很多这种误解 就是说人家用你把你当工具 而你自己在那边沾沾自起 搞不清楚你自己是什么地位 老师你刚刚是要这样讲吗 我是很好奇 为什么台湾没有在那边 开办事处 前几天台湾外交部长 不是跟苏玛利兰的外交部长 有通讯吗 那为什么台湾没有在那边 设一个代表处 因为他们不是要站在一起吗 因为情况很相似了 你刚刚讲说阿萨德政府 刚刚那个Ross也有讲到说 其实已经有很多个中东国家 过去几周他们都已经开始 在跟这个阿萨德政府建立友谊了 包括像是黎巴嫩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还有包括约旦 那特别提到了一个叙利亚的油管计划 这个油管计划对于中东的经济 是因为这个原因呢 还是说有其他的一些因素 布老师你怎么看 叙利亚当然需要重建 它那么多烂民在欧洲 要不要回来 这个对欧洲也是大问题 所以我觉得Ross刚刚判断是对的 就是叙利亚如果阿萨德可以稳住政权 那对以色列来讲 那个利益当然大于它内乱 因为内乱伊朗的势力都可以介入 我认为无论是建油管或者说欧洲 无论是建到那个就是北溪油管 所有这些东西 只要建了就是能够图利大家 大家都可以分得利益 天下只有一个傻瓜的地方 是建了一个核能电厂 然后把它放在那边不用 那就是我们 所有这些建了无论是油管 油气管什么东西 到了最后 都是能够创造大家的收益 所以大家都是乐见其成的 我再问一下顾老师 您觉得那如果说 这个其他的中东国家 都跟阿萨德政府 陆陆续续地恢复了这个关系 对 美国呢 美国最后还是要承认 因为他知道俄罗斯不会放 他把它当作核心利益 俄罗斯在中东最核心的基地 就是叙利亚 所以俄罗斯是不可能放弃的 所以美国因为他不愿意 派那么多地边部队到中东 所以就知道不可能来玩这个游戏 大使同意吗 我觉得美国不会 所以短期之内不会跟阿萨德 建立任何关系 还是会制裁他的中国 就是保持距离这样子 一定会保持距离 但是也不会组织 像沙瓦地 阿拉伯 越党 或其他的波士王国家 跟西亚开始有 不管是贸易或重建 各式各样的白亡 美国也不会组织他 可是人家如果不再支持恐怖主义呢 其实西亚已经有一阵子没有支持 你说的以外的 另外还有以色列 只要叙利亚对于以色列 保持适当程度的谅解 跟维持稳定 我认为这会影响到美国的带动 美国对于中东政策之中 以色列它的生存跟 想到犹太人在美国政界的力量 所以你必须要了解 这里头之中有很多 你外面看的是美国的政策 但实际上之中 透过这个美国犹太人的色态 所以你想美国政策的走向 这是我们必须要 不要把宗教拿进来 这个一体好不好 我讲的是犹太人 我不讲犹太教 你说短期 那你觉得什么情况之下 美国会很快的就分阿萨的政策 我觉得短期现在也觉得很快 短期会